同学们,大家好,我是北京市中关村中学的语文教师,我叫邓慧宇。 这节课让我们走进守门人,专访博物馆守门人。 同学们,在故宫博物院有这样一群人, 他们行走在故宫各处,与斑驳的建筑为伴, 他们最心于隔膳、雕窗和历史的化石相亲, 他们竞守在修复室中,为故宫的修护尽责。 他们是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保护师,是中华文化的守门人。 本节课就让我们通过访谈,走近这些人, 了解这份特殊的职业,感受他们守护祖国文化瑰宝的崇高精神。 在访谈前呢,我们要做到有备而问。 通常,我们需要通过网络查阅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保护师的相关资料, 包括文字的、影像的、图片的、论文等等等等。 对其从事的工作进行了解,从中发现感兴趣、有价值的话题, 为访谈提纲的设计做好准备。 大家来看,这是一个同学事先做好的案例。 他不仅上网查到了这位叫赵丛山的古建筑修复师的现场工作照片, 还找到了相关的新闻报道, 同时还搜集到了他写的相关学术论文。 不仅如此,我们看,他把这些素材还进行了精心的梳理。 比如说材料一,他选取的是该人物在福旺阁修复现场的新闻报道。 材料二呢,则是该人物发表的古建保护研究论文。 材料三,是该人物在国家文物局古建筑装饰表面图层保护培训班授课的新闻报道。 不仅如此,我们看,他还把这份材料进行了分类整理, 并且提出了小标题。 材料一,选取了该人物在福旺阁修复现场的新闻报道。 材料二,则找的是该人物发表的古建保护研究论文。 而材料三,则选用的是该人物在国家文物局古建筑装饰表面图层保护培训班授课的新闻报道。 不仅如此,他还根据材料的内容,为这份材料拟写了小标题。 比如,材料一,故宫寿而立,我为故宫保青春。 材料二,潜心做研究,我为故宫上新装。 材料三,入职二十载,我为古建传新火。 这样,他在采访前,就已经掌握了一些鲜活的素材, 便于他从中发现感兴趣的话题。 您写采访题纲。 我们不妨小结一下。 我们可以对相关资料进行阅读思考, 立足于一个人的职业特点、工作内容来进行梳理。 理出相对清晰的主线, 从中发现最感兴趣的话题。 在采访前,对采写对象进行了解。 这样,就能够做到有备而问了。 掌握了采写对象的相关素材之后, 我们一般就可以进行访谈提纲的拟写了。 那么,如何拟写访谈提纲呢? 如果我们以了解故宫博物院古建筑修复师的日常工作, 及他们对自己职业的认识,理解其职业价值, 感受其守护中华文化瑰宝的精神力量为访谈目的设计访谈提纲。 那么,应该如何结合采集到的信息来进行设计呢? 在你写访谈提纲的时候, 我们通常会碰到这样一些困难。 比如,有的同学说,我无从发问。 还有的同学会感觉,我的发问是没有顺序的。 还有的时候,我们会纠结于,我的发问是不是恰当。 其实,设计访谈提纲是要有一些注意事项的。 首先,我们的访谈提纲要有针对性。 我们要针对采访对象的年龄习惯、文化程度、职业内容来设计有效的问题。 同时,我们设计的问题一定要有效。 那如何做到有效呢? 要紧扣我们的访谈目的。 同时,设计的问题一定要易于回答。 便于受访者深入思考,而且要注意用词一定要恰当。 还有,我们在设计问题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问题与问题之间的逻辑性。 问题的设设计一定要具体明确,最好能够做到层层深入。 这样有利于现象的梳理与挖掘。 比如,我们看这位同学,你写的访谈提纲。 第一个问题,他说,照工程师,您从事的故宫古建筑修复工作的主要内容是什么? 第二,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修复一个建筑,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多少人的参与,工程量是多少吗? 第三个问题,您曾发表过一篇,提为竹箱、酱箱,宁寿宫花园竹箱馆内颜装修罩的保护的论文。 其中,提到竹箱馆造型独特,堪称乾隆花园中最紧凑的建筑。 面对这样一个特殊构造的建筑,您在修复的时候遇到过什么困难吗?是如何解决的? 下一个问题,修复文物,不仅有修,更要有富。 为了复原古建筑,您是怎样寻找、确定原材料的? 您从事文物保护工作有几十年的时间了,从萌生初心到从事相关工作,内心对这份工作的感情或者看法有什么变化吗? 是什么让您在这个领域坚守了这么长时间呢? 之后,他又问了,听说您学生时代喜爱京剧,素描过京剧人物。 您觉得,这些爱好与特长对您从事现在的工作有什么帮助吗? 随后,他还提出,我们了解到您还参与了国家文物局古建筑装饰表面涂层保护培训班的培训工作, 指导了许多有志于古建筑修复的年轻人。 您认为,年轻力量在古建筑修复领域会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能给我们谈一谈吗? 最后,他问道,您对当代青少年传承和发展自己家乡的文化有哪些期望和鼓励呢? 我们来看,这样一份提纲。 该访谈提纲呢,它是紧扣着访谈目的在设计问题的。 它注意到了古建筑保护师的工作内容。 结合采访前收集的资料,提出了诸如竹箱管修复,复原古建筑的材料问题,这样的问题。 同时,这些问题是便于受访者回忆思考,触发情感等。 为敌之间呢,也呈现出一定的逻辑层次。 从问其具体的工作,到问其职业的坚守。 再到问其爱好特长,与职业内容之间的关联性。 进而问其青年人在古建筑修复领域所发挥的作用和对青年人的期待。 这些问题啊,从实际操作到理论研究,从日常工作到特殊事件,从最初的入职到如今的传承,从青年之他到未来的青年。 有助于将受访者对自己的职业内容、职业精神、职业情怀的思考引向深入,采集到有价值的信息。 有了访谈提纲,就可以开始进行访谈了。 那么,如何进行好一次访谈呢? 请同学们思考。 如果你是这位古建筑保护师,你对这场访谈有怎样的交流期待? 请用几个关键词描述出来。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如果我是受访者, 我希望这个问题好回答。 有的同学会说,最好这个问题不令人尴尬。 还有的人可能觉得,问题最好能让我有的说。 是的,一次好的访谈需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在访谈的时候,我们通常与受访对象应该达成对谈交流, 而不是你问我答。 同时,我们要营造一种轻松的氛围, 而不是让人家感到拘谨、别扭。 我们要和受访者达成良好的沟通, 而不是强势发问。 同时,最好我们的访谈能是自由畅谈似的。 受访者没有受到访问者的引导。 有了上述的要领,我们是不是就能实施好访谈了呢? 其实也不尽然。 下面,同学们跟着我一起看一下一次实际的访谈, 看看从中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这次访谈,我们实际上是在线上进行的。 一开始的时候,同学们拿着那份提纲, 在问赵从山工程师的时候, 问题是一个接一个接踵而出的, 有点像是问答事。 其结果,搞得受访者有些尴尬。 所以,我就在后面跟同学们说, 大家提问的时候, 稍微呼应一下老师回答的内容, 再接着下一问,亲切一点呀。 这个时候,同学就开始有改变了。 然后,我马上给予了鼓励。 好,这就有对话交流感了,真好。 追问的好。 这个同学在访谈的过程中, 还因为一不小心, 问了这位工程师一个不太好回答的问题。 于是,我就赶紧提醒, 对,这个问题的确有些避讳, 你要做一点着补。 着补得好,让老师不尴尬。 我们发现在一场实际的访谈当中, 其实,还需要我们抓住访谈的钥匙, 去灵活呈现问题。 同时,对一些想知道的事情, 还要懂得旁敲侧击, 追问一些问题, 才能将受访者的思考引向深入, 对话引向深入。 同时,我们要保持一些敏感, 非语言性的敏感。 这样,当我们发觉受访者有,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时候老师给大家介绍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导图法 比如针对赵工程师的提问的八个问题 它可能有几个回应 每个回应下面可能你又会追问一些问题 这样可以用自为导团的方式把问题和赵工程师的回应进行梳理 从中把我们的信息结构化 方法2. 比如我们可以设设计这样一个小表格 受访者针对八个问题进行了怎样的回答 回答之后 我有没有一些零星的感受 我们可以做一下梳理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根据受访者的回答 我们能不能提炼一些角度 从而归纳一下我们的访谈主题 同学们看 这就是一位同学他整理的访谈记录 这份记录对长达30分钟的访谈进行了信息的筛选提炼 并根据其内容归纳出工作内容 工作团队工程量等访谈角度 还整合出爱本职经业务至青年传心火两大主题内容 概括出这位工程师 诸如专业精深 严谨认真 语气谦和等人物形象 为撰写人物专访 做好了准备 整理完访谈记录 我们就可以着手撰写人物专访了 请同学们根据整理好的访谈记录 为这位古建筑保护师 撰写一篇人物专访 记住其主要事迹 突出他在古建筑保护领域的贡献 及守护传承中华文化的精神品格 还是给大家提点小要求 技术要客观 选材要精荡 术中能含情 语言得简明 那么怎么才能撰写好一篇人物专访呢 在这里老师给大家提点小建议 首先我们得精选好角度 挖掘受访者最富个性 最鲜活的一面 加以计数 比如 华东师范大学二副中的李进同学 荣获我国青少年程序设计大赛一等奖 美国苹果电脑公司 邀请他赴美参观访问 假如这件事 让同学们去报道 你打算选举怎样的角度做专访呢 中学生报的中学生记者呀 另辟蹊径 他们从少年科学家谭语文这个角度进行了专访 当时令读者耳目一新 选好角度之后 我们还应该注意点什么呢 做好人物专访呀 还要突出重点 通过勾画受访者的举止神态 语言细节来塑造人物性格 我们看这样一个小案例 中国青年报人物剪影专栏里 有一篇文坛一怪的文章 文章写道 他四十多岁了 高兴了就一个人在屋里又唱又跳 从床上跳到桌上再跳下来 和朋友聊天 没有正形 常说出比小学生还幼稚的话 问出莫名其妙的问题来 在老学者们的座上 他又俨然是个小老夫子 说话文周周 早饭吃什么 他记不住 常把帽子车钥匙丢落 却能在